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愿意 我是金细儿 这种幼童又浮夸的抢官老套剧情 居然会发生在我身上 真是不必不必了 还不是为了台上那个刺猎 一年前的今天 我刚在海外拿到自由搏击金腰带 没想到我的大财女妹妹 却在国内遭到职场霸凌 我不得不紧急赶回来 就是这家无良前妻佛女妹 看我怎么收拾她 这都一个月了 金大瓜终于回来上班了 果然认不出来 我是双方太姐姐 你说什么 靠讨好上级的总团秘书 有什么好 喂 你好 达威仪美妆世家 你有毛病吗你 说 梁翔在哪 奇怪 怎么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力气好大呀 金绿 气坏老洋了 出门没带脑子吗 出的咖啡都出不好 蠢货咖啡都出不好 难怪这辈子都用不吃名牌 一天天的不知道你在干 谁让你进来的 咖啡你要人帮忙做 工作是不是也要人帮忙做 你现在挂着干嘛 干嘛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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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我的工作都自己做了 这些基本上是给我加班到死的 我要给我死的出来 你有没有到死的 能马力点吗 能不能提高点效力 能不能别什么事对我出来 说你 以后大家都不用加班了 不必大家加班了 干什么看 没有工作 天天落狱 你做的这是什么工作 有没有在脑子上班 有没有在脑子上班 有没有 给我重做 快点重做 天天压榨我妹妹的 就是你的这些 干嘛 我以后不会再承过别人了 要什么保安 好了 大家冷静一点 有什么事 回头再解决 现在有紧急状况 金秘书 跟我来 金秘书 快跟我走吧 蓝总那边出大问题了 你知道我们认识损失了多少吗 自己看报表 要不是我及时发现的话 不知道还要损失多少 那正好 让我好好教训一下 这帮人的头痛 国外传来袭击 霍顿是十佳青年代表 蓝陈先生 荣获世界金融精英奖 在基督 因为父亲的应业早逝 他爷爷从小就培养他 做蓝氏家族继承人 如今 他已是WE女装士家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裁 让爷爷安息在国外 蓝氏未来不可忽量 而是国前未婚男生 但母亲一直在女类村里 故事与她的商认 蓝总裁 听说那么六集团 对于内部在任何家里 你继续怀起来的投资是吗 明明国家集合 先进夫先生已经离婚了吗 蓝总裁 接下来一个金融 就先进夫全都将来 不知道谁先露蓝总 回我的消息 记者从机场追到集团录下 能够记者吗 那不太会动手 鸡秘书 我们可不能打架 蓝总 蓝总 欢迎回来 两分十五秒 你们知道两分十五秒 我可以干多少事情吗 实在是太满了 这就是你们处理 紧急状况的效率吗 要不是今天我找了替身 不知道还要浪费多少时间 对不起蓝总 以后我们会加强 你看 表情猙獰 毫无形象 我不允许我的秘书 会犯这种狙击错误 联合你的表情管理 我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我在海外打综合格的比赛 拿过世界冠军 但是脚踝的伤势让我不得不离开擂台 回到家乡看看有什么发展机会 但当我回到家 却发现我的双胞胎妹妹 在公司遭遇了不公待遇 甚至被一巴掌打成了轻微脑震荡 从此妹妹患上了失睡账 所以公司赔款并给转正 有四十天担心休养假期 在治疗下 身体也慢慢康复了 但心理负担却难以卸下 马上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 我劝说换分工作 她不肯 因为进入WE集团是妹妹的梦想 我忍不住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扮成妹妹的样子去上班 让所有欺负我妹妹的人 付出代价 金秘书 我的脖子 我头脑 蓝总 新品方案会马上开始 所有高层都到齐了 好吧 准备开会 金秘书赶紧跟上吧 所有高管都到齐了 所有 那我就可以 一网大尽 哼 哼 待会的新方案是谁来讲 不知道啊 幸好不输啊 谁对着蓝城不心慌啊 年纪轻轻就被评选为 狐步思三十岁以下全球精英第一名 蓝城的要求那么高 待会就等着看戏吧 哎 蓝总来了 这 好好 坐吧 好 各位 我们WE美中世家这次的新品呢 主要是选取从北纬37度 天山山脉特有的泰罗卡种子 其中萃取的抗氧化物质高达78% 百分之六十三点四 为什么说是百分之七十八呢 泰罗卡种子经过烘干清洗与提纯 附出在表面的抗氧化因子会有0.25克的流失 减少了百分之十四点六 所以只剩下百分之六十三点四 蓝总说的很对啊 但是呢 作为集团的创意总监 我呢 有这样一个想法 咱们的产品啊 是温度的 而不是只有冷冰冰出 这就是一单市场生意 商商里无需温度 也无需热暗 B级市场愿意带领 消费者愿意买单 这就足够了 好的 蓝总 加快研究进度 利滑国际的投资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尽快落地 是 蓝总 说吧 怎么回事 我早上出门 不小心被车撞了 我转了他 我坐到他的车 行了 去财务室领取十倍的医药费原付体续金 这事就过去了 金秘书留下 其他人都散了吧 金秘书 你还想继续做这份工作吗 如果你还想继续做我的秘书 就请你不要像今天这么冲动 我 你也知道你是怎么进公司的 当时我力排众议让你做我的秘书 既然你选择了这份工作 就要对自己负责 把今天行程发我一下 我要的马卡龙发你手机了 口味不能错 15分钟后 送到我桌上 不好意思 小姐 请到那边排队 你拿好 谢谢 你为什么不用排队 这是这位先生提前预定好的 而且这是最后一盒了 您可以尝尝新口味 那先给你帮 你这么着急 我想你一定比我更需要的 谢谢大叔 多少钱我找你 没事 下次吧 下次你请我 谢了 要不帮我做一份那个吧 好的曾总 我们马上再为您重新做一份 金秘书 是不是以为有蓝总给你撑腰 你就能肆意妄为了 打你那一巴掌不长记性是吧 不长脑子是吧 你给我整个脑子 那一巴掌是你打的 打啥了 你给我撞掉你们俩 你给我撞掉你必须生气了 给我好好找找记性 打女人的男人最垃圾 找开泰拳馆的凌峰狠狠就讯就是他 谁这里 以后公平善待同事 别小看女生 不然我随时都出现 我现在没胃口 你把它吃了吧 你有毛病吧 你以后不吃 别浪费我的时间 那个 你一个月没来上班 我们对一下工作内容吧 首先是新品研发方案的推进 这是我们能抓住 利怀国际投资的最好方法 其次就是 新品硕 你有注意到什么没有 注意什么 我的领带完了 那又怎样 帮我记好 我说你这人有毛病吧 你领带不会自己记吗 这就是你做秘书应该做的事情 既然你选择了这份工作 行 我帮你记 行动坠入香气 你坠入我心底 还剩下血运 原来你就是那个流星 两座孤岛相遇是远 放得起 妈 金秘书 你要是没什么事 就先出去吧 好 站住 你还记得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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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来到 说你这么砍孙 就是 就这样还想来应聘总裁秘书 好 下一位 坐吧 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 我叫金锡安 我 我有双学士 我有工商英语和商业管理的 双学士学位 并且发表过三篇论文 请看一下 那走吧 这什么味儿 就你了 天心 天心小姐 我看你在大王英材上 看得过那文 我在上面也看得过 我知道难度的 不错 就你了 天心 站住 你还记得我吗 不记得 我每天见那么多人 金秘书 你看时间不早了 你先下班吧 出去把门带上 金秘书 我一定会让你记住我的 妈 远哥 这么晚 找我有什么事吗 利怀国际的事情 咱们要开个股东大会研究一下 我先来说 刘换你 就你在公司这种麻烦是吧 我警告你啊 我警告你啊 你丢人家家警官的林峰 果然方圆板里的人都认识我 对 这属 你也可以叫王子 或者 Breece 早知道你是我粉丝 我就不打你了 但是 我也是有原则的 听说你在公司老是欺负同事 利用你的职权 搞得迷路聊生鸡飞 所以我来这主持公道 别不动 下 我来 老娘专打男人 以后见一次打一次 我 哥 没事吧 女神 希望以后见一次 被打一次 看你干的好事 我手机信息都快爆炸了 进入W1集团是妹妹一直以来的梦想 也是她的人生目标 作为姐姐 你一定要帮她把这条职场之路给打通 于是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学生 伴上妹妹的样子 我让人心 几乎我妹妹的人 都四个蛋强 打啥了 喂 我是金轩 我今天会来上班 喂 我是金轩 我今天会来上班 今天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 嗯 可以 金轩 上次 我的脖子好多了 弄着干嘛 帮我穿衣服啊 你是残疾吗 连穿衣服都不会挤出 既然你选择了这份工作 好了 我知道 我帮你 好 去杯车吧 嗯 在接下来的公事中 我发现她的工作 认真负责 严谨细致 办事进退有度 除了自恋 孩子气 说话难听 自己为时跟臭皮气等等 其他的 我暂时还勉强可以应称 她办公室有好多服装设计 相关的手机 还有很多她的服装设计手感 我觉得这些设计 有温度 无灵魂 不像她对于美装引发 只有冷冰冰的数据分析 我也在周天里发现了 她曾经被霍顿式 最好的服装设计大学允许过 但奇怪的是 她的大学毕业照 就是霍顿式美装设计大学的 反正 我努力坚持到 美装设计大学的一天就可以了 不管那么多了 没想到做秘书这么累 就是给人做牛做马 姐 辛苦了 尝一个这个 我最喜欢吃这个了 我现在没胃口 你把它吃到 你有毛病吗 你以后不吃 别浪费我的时间 这不就是蓝车那天 叫我去公司楼下 让我买的马卡龙吗 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 就在公司楼下发现了这个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而且 记得有一次 我在公司加班 总裁送我回家 不好意思啊 秘书 其实我是因为不想我妈 强财秘书监督我 所以才选择了你 当然 你也很有胸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 你可以和我说 我会再给你找个职位 心思待遇不变 金秘书 这个是米利马卡龙 停堂卡 没有负担 谢谢 那我走了 到家楼下一后 他也送了我这个吃的 没想到我们口味这么大 那我知道你不想离职的原因了 喂 金秘书 五分钟内回大公司 有一个 你有没有搞错呀 我现在已经下班了 还让不然休息了 金秘书 特殊情况 老娘我已经下班了 大公人也是有休息的权利 我秘书 不是你保姆 不是让你随教随道的 他挂我电话 让人有病吧 他还挂我电话 因为自己是总裁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姐不用把话说的那么 毕竟是我老板 蓝陈 蓝总 你来干嘛 没错 总裁确实可以为所欲 既然你听秘书不愿意回公司 那就知道我过来了 你有病吧 乖 金秘书 宴会马上开始了 立华国际的曾总 也会参加 这次的宴会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 我不希望这么重要的场合 我的秘书不在我身边 这次的宴会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 我不希望这么重要的场合 我的秘书不在我身边 我这身衣服就晚宴合适吗 我预定穿过人意 想要这么几乎相信 你好蓝总 欢迎欢迎 帮我准备两套的礼服 好的没问题 这一幅框架设计感很错 但是里面的设计跟颜色不太大 以后达身司机说过 最好的特别是配色 谢谢读到 呃 金秘书 还有三分钟 将做孤岛相遇是缘分的记忆 我是蓝晨爷爷蓝人赏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蓝家与顾家联合举行的演会 今晚都是无求精英品 请各位放心引用 众所周知 蓝家和顾家是视角 我和顾老爷年轻时一起打拼 互相扶持 才有了今时今日的基因 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 见的是年轻人的天下 我家孙子蓝晨和顾家孙女顾芊芊 都到了使婚之令 我希望下一代能传称家族传统 为我们蓝家和顾家增齐天丁 不是说尽力怀国际的增坏事吗 什么情况 天天坐那么远干嘛 坐到柴儿旁边来 你们俩小时候可是精梅竹马长大 那会儿不让他们俩坐一块 还不高兴呢 再来 我本来以为 今天是和利怀国际的一场晚宴 没想到是一次家族聚会 很高兴和大家齐聚一堂 我提呗 今天大家这么高兴 我有一个事情要宣布 我知道大家一直都很关心我的感情生活 我也不想再让大家猜疑 我的心上人就在这里 他就是 我的秘书 金星 他就是 我的秘书 金星 我 这 我不是啊 我真不是你 你当然不是 你以为你是谁呀 诶 诶 对不起 南辰你太过分了 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 他都说南辰的别人 我看谁敢动他一根毫毛 陈儿 你在说什么呢 我跟南辰的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快拿出发吧 在这里 回来 Cape 菜 不是 把它收起来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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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楼下以后 他也送了我这个吃的 没想到我们口味这么大 那我知道你不想离职的原因了 刚才的事 我是来帮你工作的 不是被你当作一颗棋子来利用的 刚才的事 我很抱歉 因为一时想不到还有什么借口 就在口说了 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你什么时候考虑过其他人的感受 你都只是想着你自己 参加宴会你要人配 衣服你要人帮忙穿 连这个马卡龙你都要 没错 你就是一个令人反感的人 不认识你的人 会被你吓死 认识你的人 会被你气死 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 那你呢 是被我吓死 还是被我气死 老娘我只想打死 不过这身衣服还挺适合你的 这衣服 我刚刚打保安的时候 不小心撕破了 是不是很贵啊 嗯 那可不可以从我的工资里扣啊 扣什么 这衣服啊 穿你身上就是你的了 那你不早说 早说我刚刚打保安的时候 我就多注意点 都怪你 明星 好漂亮啊 有点冷啊 就是有点冷 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走吧 今天晚上算加班 明早我要休息半天 你要是赶课工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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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姐 真的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顾小姐 是我做妈妈的不对 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女儿 您大人有大量 原谅她吧 阿姨 我理解她 只是 你女儿给我们造成的财务和精神上的损失 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而且 这赔偿 我看你家也拿不出来 那不如 诚心诚意的 跪下 替她 跟兰家和顾家 好好道个歉 这事我们就算了 好吗 顾小姐 这些事情跟我妈没有关系 请你不要为难她 我看你是有精神分裂吧 刚才还挺蛮横 现在就怂了 你妈没有教会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今天我就让你 你妈没有教会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今天我就让你 我刚说的话你没听懂吗 不许动她一个喊毛 蓝蓝你凭什么这么护着她 不许再打扰金钱 乱晨千千 这么晚了 不要打扰他们休息了 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大家都知根知底 不会乱来的 来 千千 你现在开始装小白兔了 行 我们等 阿姨 金秘书 实在不好意思 这件事都是因我而及 我以为 大家许愿原来你就是那个流星 翻开我的秘密 继续你发现所有温柔 为你谈你 沉入你的海域 像我沉入沉溺 连同这呼吸都能感受到的甜蜜 两座孤岛相遇是人 要敲门 都是你惹出来的事 今儿你选择的这份工作 两个小时后 另怀国际开会 一个小时后 车子会在大门口接你 这次今晚不要再给我搞什么摟格子 然后再来 南左你好 中会长你好 这位美女 这是我的秘书 你好 周会长 幸会幸会 听说你的公司要上市了 恭喜 谢谢大家 恭喜 周会长 不好意思 这会长 习惯了 就 啊 这么巧啊 啊 马可 你今天是很健康啊 怎么今天不拿甜点了 我本来就不爱吃甜点 你很喜欢吃马卡龙 这个啊 这咪哩咪哩的甜品 临着糖提卡 没有负担的 行 你要是喜欢 我下走请你 就当是谢谢你上次给我 报警 不要跑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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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吃饱 活动活动 放开走走 让我们围带你 谁放过谁还不一定的 曾总 嗯 这几位其实 是我的保镖 啊 哈哈哈哈 各位大哥 误会 误会场 没事的 她是我朋友 刚刚手机她帮我抢回来了 曾总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赶快回回场吧 嗯 你们先帮我把这位女士送回去 不用 我自己回 你们先忙 先忙 刚刚的蒙面人抢走我的手机 往里面插了一个U盘 你帮我插着怎么回事 身边 再帮我查查刚刚的女生 好的 跟进的各位来宾 您师们 先生们 大家晚上 欢迎各位贵宾 丽临我们今天的晚宴 也希望可以为大家营造一个 诸事最优的精英笑领会 考虑到大家的开车 所以今晚提供的都是我主经理 以后这场场合 我们十分荣幸邀请到 莫顿之百小贤 以及社会各界情侣 再次感谢四位人 百忙之中抽空出席 在我们本场活动正式开始前 让我们热烈欢迎 力怀国际总裁 曾怀石先生 为我们致辞 曾怀石先生 为我们致辞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历临 霍顿市第八届 精英交流晚会 我是力怀国际 投资代表曾怀石 从第一届晚会开始 我们一直秉承着 为霍顿市打造一个 合作共赢的商业交流平台 通过这几年的努力 很多个人创业者 企业 集团 多得到了更多的商业机遇 与拓展商业合作的机会 在此期间 我们力怀国际 一直在着重寻找 对社会有帮助 可持续的正能量的企业来投资 希望能为霍顿市的 社会经济发展 贡献绵薄之力 没有 不是 大家有了知道 我们去年做了非常多慈善的誓言 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都慢慢找到了 内心的祥和与平静 对社会经济发展 好久不见 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我们公司最近在进行融资 所以正好想跟你聊 蓝总 蓝氏家族应该不缺投资 你也知道 现在市场不好 所有的SG投资公司都非常谨慎 只有你们另外国际牵头 他们才会跟投 其他的SG公司都有自己的美装品牌了 所以对外投资的可能性不大 是 你说的对 你们给过来的资料 我们都已经看过了 但我们更要求稳 相信这一点蓝总应该很清楚 但是我也相信曾总 也看到了我们的实力了 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只是目前 还排不进我们前十的名单 你们公司 不是有二十个名了吗 今天大家都提制减量嘛 蓝总 那我们集团 为什么连前十都减量 蓝总 家族企业 个人权力凌驾于公司制度 财富高度集中在你的高层手里 并且你们已经三年没有公布财报 所以即使你们这么大的家族集团 我也并不看好远景 曾总 我觉得哪怕是家族集团 那也是不能小瞧的集团 而且W美装是家 在货队室的地位你是知道的 并且 咱们蓝总 年轻有为 怎么可能没有远景呢 金秘书 又是你啊 嗯 你们律师 何止认识 这位小侠女刚刚还救了我一命 哦对了 忘了自我介绍 我是W美装世家的秘书 金贤 你好 我是立华国际的代表 曾华师 私人秘书 私人 有趣有趣 既然是宗明恩人的老板 我提北 找时间我去回公司拜访拜访 随时欢迎曾总 欢迎曾总进行指导工作 离不聊 我过去那边 对了 蓝总 你们集团要是再拿不到B轮 应该就要撑不下去了吧 那你也太低估我们集团 阿姨 我理解她 那不如 诚心诚意的 跪下 顾小姐 这件事跟我妈没有关系 请你不要为难她 我看你是有精神分裂的 刚才还挺蛮横 现在就怂了 你妈没有教会你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今天我就让你 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会有那盏灵营了吧 顾千姐是脏坏事的表妹 你不要进去妄动 你们家可真可悲 白姐姐 真实啊 一只小白兔 一只家脚不好 腿脚也不好的 蛮横小白兔 只有天机 只有我心底 还傻着续 原来你就是那个流星 两座孤岛 相遇深渊 分了几 哈哈 我坠入眼睛 你坠入我心底 还傻着续 原来你就是那个流星 有座孤岛 相遇深渊分的期 我给你 至少离开国际 愿意过来公司考察一下 也算是不错的进展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孤独裂出了裂壳渗透进暖宇 你在这光来临 照进我的心底 心中坠入天气 你坠入我心里 还杀着许愿 原来你就是那个流星 翻开我的秘密 结束你发现所有温柔 为你尝试 只有你的爱意 像单身有诚意 连动着呼吸 都能感受到的甜蜜 当作孤岛相遇 身边等的体育 蓝晨 WE集团是我们家族几代人努力的成果 跟利怀国际的投资合作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既然你不肯通过联姻达到合作目的 那就自己坚 家族的命运都在你手上了 你看着办吧 财务部准备好企业财务报表 项目组负责公司会报PPT的 会前要再检查一点 会议室的布置就马上会务组织的事情 事情比较紧急 辛苦大家 半个小时后 立会国际开会 知道了 我打不根换 我打不见 你怎么知道 你打不招 你怎么能够 一门 到我 你怎么能够 你怎么能够 我还是发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根本不会来这趟 如果贵公司连账目都不干不净化 你觉得我们会选择这样一家公司合作吗 你觉得我们会选择这样一家公司合作吗 刚刚的蒙面是想起我的手机 往里面插了一个U牌 你帮我插的怎么回事 好的 曾总 查到了 你手机当时插的USB里面 是WE美装机场的账单 估计是怕网络发送 或托人派送的话 会容易暴露身份 所以才会偷懒你的事情 好 那谁 这是高层内部会议 不是秘书应该来的地方 有蓝总在的地方我就会在 如果你看不惯 说明是你不适合在这里了 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是谁吗 你这不怕我把你 怕 怕什么 怕折袖部被撕开吗 导致刚刚会议上出现这种状况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领导 都脱不了任何干系吧 是账目 是账目 是我们公司的账目出现的状况 才导致刚刚曾总拒绝合作 太可笑了 你跟秘书动什么 真的是 好了 大家冷静一点 秘书 你刚刚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你知道他代表我们公司背后 有多大的问题和隐患吗 我当然知道 我比在座的各位都更加惊讶 因为这是曾总亲口告诉我的 好了 今天就先这样吧 再会 这件事情 我会处理的 金秘书 今天行程全部取消 没有我允许 谁都不许进来 蓝总 今天 走吧 出去吧 姐 蓝总现在怎样了 是不是受了很大打击 不清楚 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了 姐 你说这该怎么办呢 这件事 应该没那么简单 现在只有你在他身边 你可得帮帮他 咱们就简单查一下 难查多少是多少 毕竟 也不像你多了这份工作 工作没了 可以再找 难成他 帮过我们 而且 他是妹妹喜欢的人 嗯 所以咱们帮帮他吧 嗯 嗯 行 快醒醒 赶紧做一份真实的市场数据调研出来 兰总 谢谢你在姑亲亲来我家捣乱那天晚上及时出现 怎么突然提起这个 也没什么 就是突然想起来了 所以呢 给你准备了份礼物 你表现 这是 这是我最喜欢的服装设计师 以赴达身司机的设计手稿 还有金笔签名 金笔说 你从哪儿能打打 我在国外的朋友帮我找到 你还出过国 那当然 我在国外打联赛 我在国外参加大学生科技创业大赛 那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服装设计啊 瞎子都知道好吧 你那办公室全都是服装设计的书 金笔说 谢谢你 我感觉好多了 即使你不用那么有压力的 公司在这段时间 出现了非常大的资金问题 如果没法和立华国际合作的话 公司可能随时都会倒闭 如果公司倒闭了 我就可以换一份新的工作 就不用这么高压了 你就自由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一个公司承载了多少家庭 公司倒闹 他们怎么办 其实自我入公司以来 我就知道 没想法的势力非常大 包括不正经 左甲账 梁梁墙 都是他们的人 一时半会儿动不了他们 拔除会有阵挫 还需慢慢来 改革需要时间 我会全力以赴帮你的 但是希望 你在完成这些使命之后 可以做些真正你感兴趣的事情 好啊 我答应 好啊 我答应 一言未定 一言未定 你会定 蓝总的状态 总算回暖了一些 不过我在他身边 是感受到 他那程甸甸的负担与压力的 为了妹妹 我还是希望能帮到她的 金秘书 把过去三年的账单都整理出来 资料有点多 我让远哥一起帮忙 好的 蓝总 坐 蓝总 我们集团的每一份账单 每一笔流水 都会同步上传到我们的财务系统 而这套系统 已经是当前最安全的级别了 那管理这套系统的是人还是电脑 是人 不好意思 我去接个电话 喂 喂 姐 我刚刚想问一下 之前项目组长梁梁强和行政总监不正经 经常给我一些奇怪怪的工作 明天早上交给我们 听听门 你也给我摸鱼啊 味不错啊 给梁强送 里面有一份很奇怪的财务报表 我好奇看了一下 里面的数据和公司的收入 有很大的出入 说 雷香发的作假账在哪 我怎么知道 你找房干嘛 四个月前你给过一份财务报表 里面的数据收支非常不符 到底怎么回事 四个月前的事情我怎么记得 再说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还不说是吧 梁强超都告诉我了 到底在哪 在国内经浪部 哎呦我去 姐 事情还没水落石出 你不要乱来 放心 这个世界跟你的擂台是不一样的 傻瓜 姐姐明白的 你看 我手都打肿了 指甲也打断了 我爱你 你怎么什么都跟她说呀 你不怕 你不怕你倒是去和她打呀 她疼死我了 李总 李总 怎么回事 来来来 干一个干一个 现在啊 搞什么责任制 天天加班 甩都甩不了锅 好不容易放松一回 今天 给你来个绝会 我给你算了 哎呀 那都不合适 拿着这个来 来来来 等一下等一下 跟你说点正事 你说了吗 什么呀 南辰最近在查公司的账目 现在才想起来查账目啊 哈哈哈哈 那我早干嘛去了 就这 还是全国 全球 全世界 这个金融金啊 哈哈哈哈 他还真把我做假账 当做浪德薛名 就是 还找了李总和那个什么金历术 找李总 对啊 金历术 哈哈哈哈 他还能查出来 我跟他写 哈哈哈哈 W1美装世家集团的账目 是不是你们搞的鬼 不是你谁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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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在账目上弄了手脚 账目卫士受人指使啊 是蓝辰 蓝辰 蓝辰 对是蓝辰 是蓝辰支持的 为什么三天没有一个人 是蓝辰支持的 是蓝辰支持的 蓝辰支持的 蓝辰叫做新的台证换 你出了严重问题 他这种不做假账 看他没听到没跟刺客服装飓了 没错 这个成熟 安全支持我们在 ez 不客气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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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说 没说 是他什么时候 这是什么时候 不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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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你今天 为啥帮我 听说你暗恋我很久了 到处打听我的消息呀 行了 行 不过你怎么知道我去哪里 今天看你从公司出来 神神秘秘的 就跟过来了 你有这么闲吗 我开的太拳馆 就在你公司附近了 那家太拳馆是你开的 怪不得没人去 有点面子 所以 我现在会接一些杂活 五天群馆运营吗 现在找我 太拳宗师 后期剪辑 人肉沙包 我还挺杂的你 能久多劳吗 行了 金秘书 等一下 你相信 一见钟情吗 自从被你打了之后 我就发现 还嫌不够乱 有毛病 怎么又能接着 你等一下先回去吧 不要打扰到 这些人能救醒呢 还敢过去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W1集团高管在酒花类被神秘人袭击 一是蓝陈兰才的打手 W1集团容归不成 蓝总才安排秘书独立威胁财务总监 对作假上进行保密财务总监 适死无从 我先带这 你先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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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都接回去 打他解释 打扰到周围林区们的休息了 再开再开再开 都给我散开 你怎么在这 你说谁啊 你听这话名字吗 他都知道了 他把医生去医院了 死了 金秘书 你跟我们走 男子找过来 他已经在自己现实了 你先走 你先走 我好歹一个泰学馆团长呢 给点面子吧 你不是跟那个男子走了吗 拿不及解释了 快去医院 我还没上呢 我先上 事情就是这样子 哦 情况有点复杂 我需要消化一下 所以那天是你打的网 对 你打的网 他打的 你的 你比较温柔 怎么怎么会 嗯 所以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刚刚送你们来医院的又是谁啊 是李总 集团的总经理 我去看一下妈妈 哦 没有李总走了吧 好像是吧 喂不要打网 姐 你还记得这件电话手的事情吗 什么事 那份奇怪的报表 你找到了吗 我去给财务总监会报过几次 他都没有给我任何反馈 所以我把那个文件保留在WE美装十佳集团 总裁办公室的文件主层架上的一个等红色文件夹里 找到了 怎么是空的 去哪了 成儿 你是怎么管理集团的 家族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我们必须马上解决这几次级公关时间 明天早上开个记者招待会 你必须在记者招待会上给集团和公众一个交代 既然有记者拍到了照片 这个什么金秘书肯定脱不了干气 为了维护公司名声 我们需要与金秘书撇清关系 朱芬 你几早一份声明 说这一切责任 都是金秘书的个人行为 他是一个临时工 与我们集团无关 等级开除 保留追究相关责任 我们这么做 是不是太过了 虽然那个孩子家境普通 家教也不怎么好 但是咱们也没必要 这么栽赃架会给这么一个女孩吧 他的医生可就这么毁了 你在教我做事 这搞不集团的形象 而且现在关键时刻 出了这样的场合 富人之人早晚卧室 不欢让爷爷吩咐做的 好 这才像样 男人要以大局为重 现在距离发布会 还剩几个小时 快去准备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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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吵你的 我回来拿手机 谢谢 我先走了 没了 你有什么好说的 没有 真的没有吗 完成你算什么东西 金秘书 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在说什么 顾承认是吧 之前让我下班围堵你的 就是他 你说什么 听听啊 堂堂一个集团大总裁 这人找人恐吓他的秘书 是不是下三段手段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哎呦 精彩啊精彩啊 给我演戏 装诗意是吧 我手机还有转上记录呢 还是做我们枣子吧 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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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了 是谁这么大胆呢 敢在这儿转车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比较想做木头 说是 的心灵 不像被优秀的曾经 让不经意的话 或伤心在机 有 继续的清醒 这米粉 沿途放进 爱好想流行 带走去 答应不降临 缓过的行情 刻在我的曾记忆里 又再次成立 你刚刚说的 究竟怎么回事 我都说了 就是蓝城找我打你的 没骗你吧 这不是蓝城危险 是采我总监的 反正蓝城不是什么好人 你好好人的你 你收了钱 居然去唯独一个女孩子 我 最后还不是被你打了 手机拿来 看来这些人 早就想搞垮蓝城 现在就不只是 公司的问题 是私人恩怨 好 我知道了 这会有状况 我先回去一趟 宵夜想吃什么 我给你买回来 这手链 这手链挺好看的 嗯 朱元城 我先走了 你来干嘛 我听说家姨住院了 我当然要过来看看了 再说了 这次气着她的人 可不是我 不需要 我这里不欢迎你 谁稀罕过来啊 再说了 我不太喜欢 家姨身上的味道 我还不进去呢 我劝你赶紧滚 滚 该滚的是你了 被你这么一搞 兰兰也彻底失去了 利怀国际的投资机会了 你满意了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劝你 赶紧离开我的兰兰 我离开 她也不要你 要是我得不到的 我就毁掉 谁都别想得到 听好了 我的男人 你毁不掉 各位记者朋友们 你们不是想找金秘书吗 他在这儿呢 我是金秘书 我是金秘书记者 我是金秘书的姐姐 金秘书 没错 我是金秘书的姐姐 金秘书 我只说一次 明早 我亲自会给大家一个声明 不要再来医院 打扰我妈妈 现在都给我滚出医院 安静 这里是医院 我已经给各位的报社都寄了律师喊过去 请你们删除今天的素材 以后也不要再来这里打扰他们了 你以为大公司就能为所欲为吗 让你们停止曝光 与其他全人隐私 谢谢你 你没事吧 小小女 我听个消息就马上赶过来了 我先去看看阿姨 不用不用 我妈休息了 也好 那希望阿姨早点康复 感谢曾总 医生说 我妈只是惊吓导致的 没什么答案 金秘书 我今天来其实有个不情之情 我希望你能够来做我的秘书 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 我不想浪费了人才 你现在信赦多少 我给双倍 我邀请的是你 不是你妹妹 你都知道了吗 我早就知道你们双胞胎的事情了 所以你愿意吗 金秘儿 现在事情有点多 我再想想吧 感谢曾总好意 其实你也知道 蓝总的家族企业 以夕阳西下 内部病入膏肓 不 我觉得蓝总 一定可以很好的带领公司发展的 蓝总有你这样子的秘书 真是幸福啊 那你知道明早蓝总能做什么吗 你打算怎么办 我暂时没想那么长远 先把这个事情结了 让我好妈妈再说 也好 这些话就先给你了 我今天就宣布打扰阿姨休息了 再见 对不起 我会注意好的 姐姐你不喜欢蓝总 为什么所有的事情 你都算自主张 带我去上班 用武力威胁没想法他们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跟妈妈的感受 那我这么做是为什么呢 难道要我看见妹妹在公司 被人欺负到抑郁 我能无动于衷吗 自从回家 你惹了多少事情 林峰 顾千千 还有那些记者 下次还会是什么 你老是乱来 这个世界跟你的泪台是不一样的 我到底做错什么 我是在帮你 我是在放公司啊 帮我 你是在帮我 还是在帮你自己 你现在用我的身份 在外面心风作落 现在外面三个男的都喜欢你 三个男的 林峰 曾怀石 还有 还有蓝辰 你为什么要回来 为什么要回来 打扰我的生活 你敢不敢发誓 你不喜欢蓝辰 我发誓 如果我喜欢蓝辰 天打雷屁 你们吵什么 妈 你好点吗 妈没事 不用担心 妈 我去倒杯水 我们是一家人 你爸爸生前一直说 我们在一起 才算是完整的家 什么不欢迎姐姐回来 这种话以后不许说了 没事 都是我的错 你呀 从小到大 妈都习惯了 不管什么货 我们一家人都要一起面对 一起承担 知道吗 姐姐都是为了你好 目前这些情况 其实挺复杂的 谁来处理 都不一定啊 比你姐姐做得好 但是 你不也是 应付不来才在家 带心休假的吗 对不起 姐姐 没事的 小光 姐姐会说得好 我的感觉 可在我的曾经意义里 又在此成立 怎么回事 东哥 怎么提醒我们 你 干嘛那么冲动啊 老婆 干什么 咱们呢 都是老朋友了 今天呢 特地来关照关照你 首先呢 把微信的这个聊天记录啊 清空一下 深的 然后呢 再录个小视频 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啊 就是检举兼发这个蓝陈 指使你去恐吓公司员工 他一直以这种职场机灵 不不不不 职场霸凌的手段 控制公司 简单吧 我会答应你 我你 老婆 别跟他吵 你考虑考虑 来 朝这儿看 这些都是你的呢 赶紧答应了吧 怎么样 久久 这儿就对了嘛 我再帮我一个料给你 什么 金秘书 有个妹 我再帮我一个料给你 金秘书 有个妹 还有几分钟就开始了 怎么蓝陈人影都没到 您正逃脱了吧 哎呀 金秘书 金秘书解释一下 对于近期发生的事 已经网上的报道 我再次给大家一个交代 所以说明是真的吗 真的是蓝陈走鸣吗 是啊 是蓝陈走鸣 我会去 金秘书 我蓝陈啊 我不是让你放天降 我惹的事情 我自己是单责任 时间刚好 接下来 我们集团会对这次事件 不做出声明 大家请就坐 看今天是把花车玩吧 在场的哪家媒体 如果不配合 就麻烦他出去 非常感谢各位媒体代表 金秘书 对于过去一天 占用这么多公共信息资源 感到非常抱歉 因此特地展开发布会 跟大家做一个正式声明 近期 有关于WE美装世家集团财务组监 左甲账 与创意总监梅翔发 在某俱乐部门口 遭到袭击事件 经查识 纯属集团临时公秘书 金西恩女士的个人行为 与WE美装世家集团无关 经集团股东大会商法决议 集团当即开除金西恩女士 并对金西恩女士 保留追究一切相关责任的权利 这光顾集团的形象 而且现在 文件时刻 出了这样的差 富人之刃 早晚误事 无方让爷的分副作 好 这才像样 男人要以大具为重 对于金仙女士 恶致 就能够理解 我们也会完善思书的 找不知 这一切和金秘书没有任何关系 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我会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 还有 哪家媒体在敢乱报导 诽谤金秘书跟他家人 我都会痛痛巧思 好了好了 大家不要拍了 不要拍了 同归一在停 男太太 关于高层的情况 能不能解释一下 男太太 蓝晨作为公司总裁 他的话 就是集团的最高指令 我们一定会支持到底 没错 就是蓝晨 蓝晨的蓝 蓝晨的晨 他杀了总裁以来 一直采用灰仙 和专制的方式管理公司 我是集团的财务总监 做假账 没有总裁的许可 我做假账 怎么敢在公司做假账 怎么回事 我是集团的创业总监 没想法 就是这个蓝晨 蓝晨 他肆意妄为 导致集团现在都没办法 跟李怀博基合作 不是因为他 博基团 就是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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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 他采用专制协货的方式来管理公司 对外送 市场垄断了 他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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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换掉蓝晨 还可以让公司变得更好 还能黄晨立下 也能变去 这个蓝晨 无关你 别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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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任总裁以来 一直采用威胁和专制的方式 管理公司 怎么还有识别 你看看 往前就 看看 来了 往这看往这看 偷低点偷低点 好 开始 怎么样 干什么怎么搞啊 照着思念吧 来 开开开开 开始开着 呃 我是 我是蓝晨 等一下 你不是说要先打本吗 人家忘了 快快快 開始 没错 是蓝晨 蓝晨的蓝 情绪不对 再来 开始 没错 就是蓝城 蓝城的城 城 蓝城的蓝 就是 哎呀 你照台词念呀 你照台词念就行了 不用做话回来 来 开始 开始 没错 就是绿城 蓝城的城 蓝城的蓝 哎呀 你这是干嘛呢 这情绪不好吗 要什么情绪 照着念 照着念 就照着念完 念就行了 什么什么 呃 没错 就是蓝城 蓝城的蓝 蓝城的城 呃 就是 就是他 用危险 恐吓 呃 方式 来 管理 公司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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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拍完了 哎 我知道算不算出道 你要是能出道 我们就去出家 你赶紧赶紧这么多素材 赶紧剪出来 明天早上马上就开几个招待会了 哎 小发 你不是找好剪片人了吗 你倒是快想想办法呀 怎么什么都我想办法 我想什么办法 我没想法 本来以为一条过 结果一致这么多遍 找剪辑吧 哎 你们都看我干嘛呀 这大半夜的上哪儿找剪辑去啊 那这这么长剪辑 我又没人看呢 其实吧 我也做后期剪剪辑的 嘿 你看看 你看看 全剪开 赶紧开工啊 乐着干嘛 赶紧 先不管 因为极单嘛 极单收选款 嗯 变 哈哈哈哈 咱上说差不钱 钱不是问题 啊 但要走几件流程 对对 等等 这样这样 你先剪 我们着急要 剪完之后你考到U盘里 送到这个地址上 来 从这儿 一定要赶紧 抓紧啊 抓紧 OK 赶紧的 妈擦了 我剪了 我剪了 等等 我来走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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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这个监控 受伤头没被发现 爱你哦 金秘书 找到了 这就是蓝辰被污蔑的证据 对这视频和监督 也没有办法 全面证明 蓝辰没有做假照 我来证明 嗯 怎么看 他 是 是 是 各位记者朋友 这是前些天 有人抢走了我的手机 传到我手机内部的一本账单 这种方式很高级 若不是这样 我早就行查到是谁传给我的了 我们已经让他人去做调查 WE美妆集团的产品 近些年虽然穿不上完美 但一直牢牢占据市场一半以上的设计 完全不值一项这份账单 这般千疮百股 所以我想有人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打消我投资他们的念头吧 这是一份金秘书给我的 非常详细周全的市场数据报告 先 快醒醒 赶紧做一份真实的市场数据调研出来 我们进行了相关的调查和研究 和我们之前的结论一致 WE美妆集团市价虽然是加速企业 公司制度不够科学 过去三年一直在走下坡路 但是他们的市场品牌认可度 和占有率一直牢牢保持稳定 正好 我借此宣布 WE美妆集团市家 正式进入我们前三的考课名单 三总 希望我们可以顺利合作 还有 如果哪位记者朋友 再敢胡乱报道 诽谤金秘书和他家人的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谢谢 爱你哦 金秘书 如果哪位记者朋友 再敢胡乱报道诽谤金秘书和他家人的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谢谢 最近我这边也查到一份账单 可以证明我们财务总监四人 做假账的证据 大家看一下 相信在座的媒体朋友 对对本次的事情 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我希望大家 可以用好各自手上的笔 还原世界真相 给公众一个 真实准确的交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场闹剧总算结束了 梁梁强不正经 左假账和梅翔发 已经辞退处置 并且交与有关部门处理 陈儿 你先和金秘书出去吧 金秘书 对于这件事情 我代表家族向你道歉 希望得到你的谅解 没事的 本来我也不是很喜欢您的 这女孩还真挺酷的 不用跳我当年的意思 是啊 金秘书确实挺有担当的 远儿 最后好在你在 不然都不知道怎么交代了 蓝太太过奖了 对了 我已经和各大媒体打好招呼了 他们会把这件事 对我们集团造成的负面影响 见到最低的 你放心 集团有你在 我放心了 蓝臣做事啊 还是太孩子气了 蓝总毕竟还这么年轻嘛 不过 我相信 经过这次 她也会慢慢成长起来的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不知道该不该讲 难受无妨 说实在的 这次的事 多多少少也给蓝总 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而目前 正是我们极力争取 力怀国际的关键时期 我建议 蓝总近期 暂时不要跟进 力怀国际的项目 等影响削减了 来接受 你看怎么样 明白 那接下来 力怀国际的事 就要远哥多费心了 不好意思 我出去一下 金秘书 今天我 我给过你一次机会 你有什么 金秘书 金秘书 我送你回去 小小女 我送你回家吧 曾总 我的命是我自己送这些 不需要劳烦你 你们的声明 刚刚不是已经开出它了吗 那这不是我们在放会 你们公司内部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关心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今天来这里 纯粹是为了帮小小你的忙 你们集团最后 能不能拿到融资 还是要走招标流程 期待你们下季度的新品 曾总 我一定要让你刮目相看 上我的车吧 我送你去发布会 发布会早结束了 啊 这么重要的发布会 不应该都是晚上才开始的吗 没有我在 是不是感觉非常孤单无助啊 嗯 啊 笑什么笑 笑什么笑 来往下方 金秘书 我送你回家 不用 我自己坐地铁回家 等等我金秘书 不警告你 别跟着我 这么影响 你没搭乘工地铁吗 等我一下 等我这么久 你到底想干嘛 我说过要送你回家 我蓝辰 说到做到 你已经说到做到了 先回吧 你今天表现得不错 在我身边还是学到不少东西 看来还是我指导有方 哎 等一下 嗯 你有没有觉得 我身上有光啊 你究竟想说什么 你用个爱上这样的我 时间不早了 别浪费时间了 我回去休息了 进不休 今晚的预色好美啊 我最讨厌这个样子 我与你传过人海勇气 像有着默契 互相吸引 原本散落的碎片 你一一剑气 拼凑的每痕迹 快还给我的心 星空坠入眼睛 你坠入我心底 还傻着续远 原来你就是了 很流行 翻开我的秘密 继续你发现所有温柔 为你藏匿 深入你的海影 敢敢发誓 你不喜欢南城 我发誓 如果我喜欢南城 天堂也行 当孤独远处的 裂盒伸透进了你 你在长光来临 照进我的心底 星空坠入真心 你坠入我心底 还傻着续远 原来你就是了 很流行 散开我的秘密 继续你发现所有温柔 为你藏匿 这一切 和金迪叔没有任何关系 一切都说完 我会自己承担所有责任 还有 哪家媒体再敢乱报道 诽谤金迪叔跟他家人 我都会统统强碎 你坠入我心底 傻着续远 原来你就是那种流行 翻开我的秘密 继续你发现所有温柔 为你藏匿 重生你的海影 重生伤入成你 好不良 好不良 两座孤岛相遇是缘分的机遇 那接下来 利怀国际的事 就要远哥都费心了 这件事我已经摆平了 集团也不会再追究你们的责任 你们和集团也再无关系 虽然事情的发展 有点超出了我的想象 但我们的目的 也基本上达到了 都怪那个可恶的金呆瓜 我恨不得帮了他的皮 不许 我刚做的知识 好了 反正我已经给了你们想要的 你们以后 也要逼掉 我不想 再冒出什么岔子 怎么会呢 利嫂 其实呢 我们还发现了 一个惊天大秘密 这个金秘书啊 还有一个妹妹 有个妹妹 谁还没个兄弟姐妹 那个 你看那个 该做的 其实我们都已经做了 您和顾小姐 都这么阔扯 咱们要是有缘的话 咱们还是不要再见了 那我们还是散了吧 对 散了吧 拜拜 你就这么把他们打发走了 没有了他们四个人 在公司里捣乱 我们里面外合的计划呢 顾小姐 这你不用担心 他们这几个废物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目前 我已经窃取了 所有技术 跟商务资源 只要 破坏WE美妆世家 跟利怀国际的合作 他们资源不攻自破 嗯 那高快的WE集团 来了 就彻底离不开我 而且 WE美妆世家 现在内部流动资金 极度紧张 新季度的新品研发 肯定非常困难 最重要的是 现在对接利怀国际 交给我全权负责 只要我不愿意 他们合作不了的 我先接个电话 喂 爸 怎么了 安远 你这是干什么 爸 你说什么呢 我追着商战 五十余载 早就看见你的把戏 但我没想到 你把事情搞这么大 我给了你这么多 集团股份 给你享受一生 你为何还要 你说为何 你为何不给我妈名分 我妈走的时候 有多惨 你知道吗 你有回来看过我们一眼吗 有吗 要不是蓝辰父亲 车祸去世 也许你都忘了 这个世界上 还有我这么个儿子 信不信我立刻 让你倾家当权 无荣心接受 爸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 事情会闹这么大 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 辅助蓝辰的 我要你用你妈的名字 启示 我李远 以我母亲李氏 以声名义启示 我一定会好好辅佐蓝辰 好好发展W1集团 爸 你满意了吧 我发誓一定要搞垮W1集团 管用什么方式 不管用什么方式 什么事这么激动呀 颜哥 没事 一点架势 架势 花生这么久了 远哥也没有成家 男人事业为重 没有爱情的男人 很可怕的哦 顾小姐 你相信爱情吗 我 我当然相信 只是 我爱的那个人 那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人 却一直把我当对手 那你就要毁掉他 对吧 哼 我和你不一样 我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让他创敌的属于我 无论是和他一起登上顶峰 或者是 毁掉他 顾小姐 你还挺矛盾的 哼 没办法呀 我恋爱脑 两个不接电话 那我们自己先整理 为什么这么多年 才第一次整理这些账单 因为我们WE集团 虽然做得非常大 但是所有的资金源 都是来自于蓝氏家族 没有上市 所以不需要检查账单 家族有没有很重视这一点 不重视 不代表不知道吧 有些事情啊 机密手还是不知道的好 所以其实一开始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 利用这次舆论 一次把公司几个毒瘤 都铲除掉 你记不记得 之前你送我设计师 手稿的时候 我有跟你说过 他们都是集团的核心 在我来公司之前 他们就生根于此 如果我进行拔除 或者贸然根除 集团随时会出大问题 所以 我们需要一个奇迹 不管怎么样 我再警告你一次 如果你也把我 当作一个棋子 我一定会拉着你一起死 能跟金密手一起死 也是最浪漫的事 我真讨厌你这个样子 恶心有此理 金密手 你觉得 增华石怎么样 他成熟稳重 给人很有安全感 所以无论是商业合作 还是作办理什么的 都是最佳人选 你是因为喜欢他钱吧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子的人 钱是好东西啊 我当然喜欢 再说 蓝总你也家财万贯呀 也没见我多喜欢你呀 是吧 蓝总 钱不是唯一的 人品才是 金密手 你可以 不要喜欢增华石吗 我 我 我喜不喜欢谁 关你什么事 金密手货 这里 李总的账单 有很大的问题 进来吧 蓝总好 事情已经办妥 这四位不是 没错 他们就是之前总监的助理 所以很早你就安插在他们身边吗 他们现在已经是各部门的头 无缝衔接接下来的工作 所以 不会有任何影响 所以他们已经掌握了 所有的技能 熟悉整个流程把资源夺回来 是的 这些都是有问题的账单 查理怎么 虽然我觉得远哥也可能是被蒙在鼓里财迁的单 不过 这不能排除他的嫌疑 但李总在公司占这么多股份 没道理自己害自己吧 金密手 在商业上 你对任何人都要保留三分 谨记 蓝总 现在集团内的流动资金已经支撑不了 把所有研发部门的人都开了 对了 前三费一定要给你 虽然过去两年的新品研发确实不尽如人意 但是 没有关系 我会解决的 好狠呀 蓝总 我总算是见识到了 什么 我在为你的账单设计忙天忙后 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你对我也是保留三分 令完就会开掉吗 金密手 我没有把你当妻子 我只是把 没事 给我备车 我现在回去 你再回家吗 我跟金密手一起回家 怎么回事啊 少爷 客人已经等候多时了 嗯 倒过来做什么 我们需要一个全国最顶尖的设计师 助我们研发新品 为什么不在工资料 他喜欢在我家谈 你 哼 哼 兰兰你不乖啊 让我等你这么久 为什么要在家里面 害得我还得跑一趟 我没有迟到 是你早到了 我提前了五分钟 就说你等我会又怎么样 我从小在你家玩 在这里聊事情习惯行吗 还是老样子 喝点果汁 嗯 少放冰块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兰兰亲自找我做设计 你也可以拒绝 我怎么会拒绝兰兰呢 我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 最好的 我们公司的资金 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不过还是有大把研发团队 想跟我合作的 如果你们不愿意合作 喝完这杯果汁 就可以先撤了 这是没有酒精的 兰兰还是那么迷人 这么低的预算 还这么硬气 我们顾家 可是盯着这个美妆市场 很久了 你不怕我到时候 就把你们的新品搞砸了吗 作为全市十大设计师之首 我想 应该不会搞砸自己招牌 蓝蓝很了解我呀 你们顾家虽然资金雄厚 但是做的产业 也是西洋产业 我觉得这次你们 可以和我们男嘉合作 对你们来说 也是一次检验市场的机会 怎么个检验法 我知道你们顾家 也想在美妆市场分一杯羹 所以才找你们合作 这一次的研发费用 你们一半费用算技术入股 我只支付一半的现金 事成之后 我会把市场调研全部给你们 并且按照比例分利润给你 这样子你们也可以深度参与 并且检验一下市场 那我们完全可以自己做的 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放眼全国 有哪一家公司 有我们这么大的品牌认知度 这么大的市场分量 这是一个直通车 你们可以考虑 如果你们不入股的话 我就找别人 你 原来不仅预算超低 而且超低的预算里 有一半要我们自己承担 得多有魄力的人 才敢说出这样的话 成交 好 这一个季度的项目 全都外包给你们 那么请问顾小姐 对于新季度的新产品 有什么想法 我们要打造一款产品 打造一款市面上 少见的多成分产品 里面含有植物油类 蜡类 蜻类 合成油脂类 脂肪酸 脂肪酯 还有乳化剂 以上的六种基本成分 就可以组成一款新的产品 不过 想要赋予化妆品一个新的功能 这就需要最重要的功能性原料 我们会添加保湿 补水 防晒 抗氧化 美白等五大功效 到时候详细的设计 我们再聊 不错 就拿保湿来说 一定要保证好产品的PH值稳定 在稳定的PH值中 才能找到对皮肤最温和 能长期实验 金秘书 请问你去哪儿 没事 我出去透透气 好的 这边请 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 金秘书 嗯 你是跟陈儿 过来聊研发设计团队的事实吗 是的夫人 坐吧 金秘书 这是一张黑卡 没有消费限制 当然 你也不是那种物质的女孩 但是这个世界 金秘书跟男子 我知道 我知道 陈儿她是向往 自己真正的爱情 和你相处下来 我能感觉到你是个好女孩 但是你应该清楚 陈儿和金秦 青梅竹马长大 知根知底 并且我们两大家族 也非常希望成为一家人 那这么说来 蓝辰的女朋友 我当定的 您先忙 我就不打扰了 你就是金秘书 是的 混账东西 你知道你在毁我孙子的大好前程吗 我倒是想问问 我到底怎么毁了 你一个普通家庭 能给我孙子带来什么 门不当护部队的 仅靠意识的荷尔蒙 能做什么 确实 我们门不当护部队 你们在大商战里毫无人性地执行计划 不顾人性 没有感情 而我们这些普通家庭 我们有欢乐的童年 我们有亲朋好友 我们有勇敢地追求我们喜欢的事情 这么说来 我们确实道不同 不相为谋 什么不顾人性 胡说八道 你以为你了解我孙子吗 那我倒是想问问 你们究竟了解你们的孙子 儿子吗 他最喜欢的是服装设计 考上了最好的服装设计大学 但是就为了你们所谓的家族计划 而去上了美妆大学 他最需要你们肯定的时候 你们给予他的只有压力 所以他把自己封闭起来 凡事都保留三分 这样的他 你们满意吗 金秘书 自以为是 你信不信我世界让你轻家当成 你们这些有钱人 高高在上 看看兰臣接手集团这几年 他每一天都很孤单 他身边很多问题和事情 都需要他自己解决 你们又有谁 真正关心过他 信任他 你们每天只会催他 尽快完成利怀国际的投资 在我看来 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他没有退缩 没有逃币 他把集团几千几万的家庭 扛在肩上 明明股价 资金充裕 而股仙尖又是曾怀石的表妹 对吧 但是兰臣却拒绝联姻 拒绝走最简单的捷径 他靠自己的实力去完成使命 我只是希望 老先生 在他完成使命之后 您可以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立嘴 你被开除了 滚出我的集团 谁敢刺退我的秘书 光 敢这么跟你一说话 爷爷 我的秘书谁都动不了 而且 她是我的女人 是我的集团 建密书 我跟设计团队聊完了 我们去吃饭吧 好呀 我刚好有点饿了 真儿 我的秘书谁都动不了 而且 她是我的女人 这个不错 谢谢你啊 我刚刚怼了阿姨跟你爷爷 好歇我 你是不是 你的话我都听到了 我刚刚那些都是胡言乱愚蠢 吹唤了吵银他们 我明白 乐的魅力深深折服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明白的 真的很讨厌你这个自恋又恶心的样子 两位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我们这里有一份顾客的调查问卷 希望可以帮忙签写一下 其中我们餐厅服务 谢谢 选择她 这个 最期待的表白方式 最好是一个浪漫的天台 下着朦朦细雨 有很多灯 满天星星 心爱的男人 碰着九十九朵玫瑰出现 好了 谢谢 祝你生日快乐 金仙女士 这是您最爱的 咪哩咪哩马卡龙蛋糕 兄弟 有救命 我最爱 你好吗金仙女士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就是口渴 小姐 这是吉胜的两瓶勒夫莱特葡萄酒 每瓶二十万 搞错了 这个不是那个酒 没有那么贵 没关系 对不起 我不知道那么贵 没关系 我先去趟洗手间 没事没事 我酒了还可以 生日这么开心啊 金仙女士 对了 怎么会有调查问卷的 是那位包厂的先生要求的 说有问题要问那位同行的女士 好浪漫啊 对啊 还给他准备了很大的生日蛋糕 我当心你有事 来看看你 不行 我们不行的 今天不是我生日 楼天才是 而且我也不喜欢马卡龙 那是我妹妹喜欢的 你妹妹 记住 你妹妹 我自己别是 是 我来 全村 这家人 你 我识 我 我 那 我 我 那 是不是 我 吉米叔 我送你回去办 不用了 不方便 我自己回去就行 当晚上的不安全 还有比跟你在一起 更危险的情况吗 吉米叔 吉米叔 我命令现在下车 现在是下班时间 蓝总 你没有资格命令我 师傅开车 金秘书 我怎么就这么烦当 吉米叔 你为何这样 我怎么就这么烦当 美女 有什么心事吗 没什么 这是这个 新式电台 你就当它是个树洞 进行倾诉 进行一下子就会好的 我 我又不是第一次谈恋爱 为什么就是对你念念不忘 这个字 恋 对我 对我新的谈恋爱 对我新的谈恋 真的真的很特别 可是我妹妹也喜欢你 我本来就扮你的妹妹的角色 你说我能怎么办 可是我好像对她也像你了 我本来就 我本来就这么烦当 我本来就这么烦当 妈知道 过来一起抵蜡烛吧 把灯关上 从小到大 永远是这一天过生日 隔开是十来分钟 昨天才是我生日 今天是希恩生日 从小到大 为什么都是这一天过生日 希儿 你是不是太累了 我没事 这份工作确实太累了 明天希恩你自己去上班吧 希恩他还 那我没事 我现在已经可以 八九个小时不睡觉 我可以回去上班 那太危险了 不会的 妈 是时候让姐姐做回自己了 是啊 我从小到大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从来只有怪我 没有一句谢谢 那我还这么累干嘛呢 不许这样说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希儿 没事 我只是累了 孙安 孙安 孙日快乐 你会幸福的 什么在故事 放昔里 是否控制的记忆 呼应风险的 shop 叫你 都有 你 有 没有 没 忽略的 彻底 对 要怎么寻找你 从今 我懂你从来没见的在意 你 算 endeavo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董才 这是设计团队递上来的新季度的新方案 请看一下 怎么突然这么拘调啊 平时不都是叫我拦走吗 叫我诚哥就好了 好的 诚哥 今天不用上班吗 我失业了 我们本会去上班了 我认识一个国外的军事队 他们正好在招将令 要不要考虑一下 可以 联系发出对我 那要出国了 那就见不到你了 我就想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三三心 对了 这事儿 先别跟我妈说 哼 想吃点奶茶呀 火锅呀 什么都可以 可以吗 但是呢 手要把手上的任务做好 好吧 大家各自整理一下 分发一下 尽快做好 我查了一下以往的公司账目 里面的一些财务状况确实有点复杂 我再跟财务处理一下 然后另外还有这块也不清楚 这里是没有造成公司内部损失的部分的 目前就这样 好 金比哥 你今天怎么这么热啊 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 蓝总 昨天你在 走 蓝总 听说你在查我 啊 来了 啊 您 我是蓝总的妈妈 你在查我 啊 是的 这是为什么 你不要介意啊 我只是例行公事 这是你爷爷的意思吗 不是 跟爷爷没有关系 只是发现您最近批出去的一些账单 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没想法他们的手段实在太高了 我也是被蒙蔽了双眼 我不觉得远哥是如此愚昧之人 不然怎么会坐到第二大股东总经理的位置呢 这不是大家给机会吗 行吧 待会儿你先帮我准备一下今晚发布会的事情 哦 还有 表白大会 麻烦你了 您请坐 我去给您倒杯茶 喝杯茶 你也是一个人拉着孩子 不容易啊 啊 孩子他爸出海捕鱼 遇难了 啊 您也是一个人吗 我先生出了很严重的车祸 当场人就没了 当时车上还有步牵牵 关于牵牵的事情呢 我也感到非常抱歉 没想到我们集团的事情影响到你这边 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希望你的孩子 不要再打扰我们家蓝辰 这怎么好意思呢 你也太看得起我们了 您还是先回去吧 不送了 啊 对了 接下来 关于利怀国际的投资 我也会一起跟进 那么大的压力 我不想让远哥一个人承担 安总 感谢了 不过啊 您母亲的意思是希望我全权负责 安总您日理万机 怕腾不出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啊 您还是先回去吧 不送了 果然古迹这种东西是遗传您的呀 你的孩子非常优秀 他也改变了我对很多人很多时的看法 嗯 我也对我之前的一些言语和举止呢 跟你说说抱歉 啊 没事没事 您过滤了 那你是不是有一对双胞胎女孩 金西尔 哦 那你现在是想去海外继续发展是吗 嗯 明白 所以你之前其实是有在海外工作的经历的 还拿了这个综合格斗的世界冠军 是的 嗯 那我带你起来其实是很方便的 嗯 资料呢 其实都很符合 那要不就准备下个月飞过去办理入职 谢谢 怎么了 是不是有点舍不得离开家乡啊 不是 我是觉得自己该需要出去偷偷气了 那是因为 男朋友 啊 不是 自从我接受公司以来 远哥就一直在帮助我 要不是你们的帮忙 我可能早就被梅香发他们架空了 蓝总 您可是我们霍顿是十家青年代表 是有真材实干的 再说了 帮蓝总您不就是帮我自己吗 集团发展越好 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更好的 是吧 嗯 时间上我没有问题 这一次立华国际的投资 我们一定要拿到 嗯 你先帮我办发布会的事吧 还有 还有表白的事 好 蓝总 说真的 我是希望你跟金秘书越来越好的 因为 我也不喜欢 顾家来干预我们蓝家的事 对不起蓝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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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去睡着了 没 没关系 你应该是太累了 嗯 准备一下吧 跟我去一个地方 去 去哪 今天在我公司上班的 还是金席恩吗 还是你那个拿过综合格斗 世界冠军的大女儿啊 你们打算骗我儿子骗到什么时候 我小女儿入职你们公司 我们才搬到这个城市 我们从来没有打算欺骗任何人 可是 我小女儿在你们公司遭遇到非人的待遇 我大女儿站出来帮助她 有什么错 之后帮助公司铲除了内奸 也解决了假账的危机 您倒是说说 我们亏欠了谁 她付出时间 精力 也圆满完成了工作 天天大半夜才回来 还赌上了名声 那她当时为什么不辞职啊 因为我小女儿喜欢上了蓝总 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看来他们的事情 我也不能插手太多了 儿孙子有儿孙福 那我儿子 到底喜欢你哪位姑娘啊 我会告诉我儿子的 我不希望他一直蒙在鼓里 这种事 我建议还是顺其自然吧 只是包不住火的 我很希望我儿子能举顾驾的前进 但是我更喜欢你女儿 真的 常来喝茶 我下次给你带点好茶吧 你这茶呀 不太行 那我就先走了 好嘞 我们继续联系 辛苦今天来一趟啊 谢谢 哦对 顶楼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 你可以去看一看 也许能让你心情好一点 那我就先走了 好 注意安全 辛苦了 最期待的表白方式 在天台 在天台上 心爱的男人 捧着九十九朵梅桂花 来给我告白 遇到你的每天 对我来说都是最好的 你就像阳光一样 照射几我的生命力 虽然我实在是太完美了 但你没有被我的光芒吓退 虽然一直被你打 但是我突然习惯了 遇到你 我才懂得信任 懂得做自己 要去爱 我记得我们一起看过的星空 那么美 我突然意识到 想要与一个人一起看星空 那个人就是你 静喜安 谢谢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见我 为什么是这样子 笑什么 还是第一次看到小侠女 这么不高兴 曾总 有说是吗 过来看看你啊 今天 不是蓝总的表白日吗 你怎么知道 看来你错过了刚才的发布会 以上就是客观真实的情况 当我们上单清白的这一天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我的女朋友 是我的秘书 静喜安 这个白痴 到底这个笨蛋在想什么 唉 我早就知道你会把她 让给你的妹妹 心情不好 让我去喝一杯 嗯 来 走 吃吧 金秘书 我之前跟你说 做我秘书的事 考虑的怎么样了 不好意思 曾总 你们好用我心灵了 我还是想去做 适合自己的事情 我答应了去国外 做拳击队的教练 挺好的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情 我跟你讲 嗯 就是蓝晨他此次公布的账单 除了有几单李远批出去的之外 其他的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嗯 虽然你们集团内部 自今出了一些问题 但是蓝晨此次合作 开诚不公 并且承诺了明年 实现十倍的利润 我是挺佩服他的 嗯 但是你们集团内部 我怀疑还是有内奸的 让你们妹妹 多留一个心眼吧 会不会是李远 不太可能 他可能只是被人利用罢了 我觉得莫黑手另有欺人 不好意思 喂 姨父 对 我找了最好的专家和浩医生 但是他要晚一些才过来 所以这东西算了 好的明白 放心吧 谁啊 天天的父亲 就是我姨父 他托我帮忙找医生照顾天天 顾天天怎么了 没什么 这个不方便讲 这东西 对了 曾总 WE美妆集团的融资计划怎么样 他们给我的方案非常差 不可能 这是我跟蓝总督觉得很好的方案 如果这样子的方案 你们觉得可以的话 那我也无话可说 对了 我 我可以拿下来了吗 可以 我没事 这份工作确实太累了 明天现在你自己去上班吧 西安他还 他我没事 是啊 我从小到大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从来只有怪我 没有一句谢谢 那我还这么累干嘛呢 西安 生日快乐 你会幸福的 这是什么活动呀 这么厉害 总裁 遇到你的每一天 对我来说都是最美好的 你就像阳光一样 照射几我的生命 虽然我实在是太完美了 但你没有被我的光芒吓退 虽然一直被你打 但是我突然习惯了 遇到你 我才懂得信任 懂得做自己 懂得去爱 我记得我们一起看过的星空 那么美 我突然意识到 想要与一个人一起看星空 那个人就是你 金西安 他没骗我 他没骗我 以上就是客观真实的情况 当我们账单清白的这一天 我有一个好想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我的女朋友 是我的秘书 金西安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这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场景 总裁 但是 我没认识的时间 可能还不够久 你可能会发现 爱的那个人 可能不是我 我确定我爱的人就是你 我们还是在相处一段时间 你忽略的那彻底 要怎么寻找你踪迹 我懂你从来没真的在意 W1美妆集团的融资计划怎么样 他们给我的方案非常差 不可能 这是我跟男总组的很好的方案 如果这样子的方案 你们觉得可以的话 那我也无话可说 金秘书 我的秘书 我没有这个 吃饭吧 吃饭呢 兰总 看来外面的云很大呀 正好我也没吃饭 不介意加双筷子吧 当然 服务员 再一位 金秘书 坐下 兰总 现在是下来 兰总 今天公布财报和发布会我看了 还有宝宝 来 我敬你 不如曾总 四平八稳 成熟稳重 给一种非常有安全感的感觉 不论是做商务合作 还是伴侣 都是那类最佳选项 是吧金秘书 兰总太客气了 嗯 不是我客气 实在是曾总 务实有多精 不算我们蓝将 现在出了一些经济状况 还每天唱空城记 是吧 要我选 我也最二句 发什么神经啊 蓝辰 发神经 金秘书 利怀国际是我们的重要客户 难得有机会 可以跟曾总吃饭喝酒 是多少人求之不得呢 金秘书 这么好的酒 金秘书可不能这么贪心 来 人都是往高处爬的 这一杯 就我们努力的 敬你们 公司的心腿吧 来 人往高处爬呢 是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要脚踏实地 不要股子卖得太大 容易扯到自己 不要想着 癞蛤蟆能变成天鹅 有时候吧 飞得越高 它就摔得越重 兰总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服务员 再来一瓶 我是不是这样来一瓶 没有没有 没有我 我们 纯粹是商务关系 我争取你的投资 我给你赚更多的钱 我给你发工资 你为我打工 明道总是上班 对了警方说 今天工作不错的 在我身边 学到不少东西 真是多客指导有方 你学的 真的很棒 等等 感谢你的晚餐 期待合作 再会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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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喝多了呗 我送他回家 我送他回去吧 不用了 我打个车送他回去 我送他回去 那就一起吧 行 你在这等我 我先让死心过来 行 慢点慢点 蓝总这是怎么了 快多了 今晚房间在哪 我们送他上去 请跟我来 慢点慢点 小心 咱们怎么走吧 不要走 救命说 没事 他喝多了 不知道不要走 我也不知道 怎么了 只要不早了 我送你回家吧 对了 帮他准备一点解酒汤 好 你怎么了 好烫啊 是不是今天零雨了 没事 我可是金刚不坏之举 好 帮我拿一些退伤药和热毛巾过来 我现在就去拿 要不你先带他去楼下客房休息 好 不用担心 小夏天 你就好好休息 剩下的都交给我 你已经照顾太多人了 这次 划过来照顾你吧 谢谢曾草 晚安 我今天要做一个三明治 金秘书 昨晚生病了 要是点清淡的 嗯 可以啊 刚好我也想做个啥当 看来兰总也是经常下厨的人 我只做给我爱的一只 谁不是呢 完成那一副 金秘书 请问身体好些了吗 嗯 昨晚您发高哨 上半夜是那位大哥守着 下半夜是兰总守着您 一直守着吗 是的 刚刚才走了 他们现在在哪 他们去了厨房 行 谢谢 不客气 你的 做好了没有 你帮我尝尝这个咸不咸 怎么样 还可以 你帮我尝一下我这个沙拉吧 尝尝这个味道够了没有 我放一点盐 咸吗 嗯 哇太咸了吧 不可能 怎么可能咸呢 金秘书不能吃这么咸的东西 不咸 你能这是 有没有好一些 小小女 你怎么没有穿过 给你的衣服下来啊 一会儿着凉怎么办 我穿的挺厚的 来 谢谢啊 那我就谢谢两位了 快吃吧 嗯 尝尝这个 嗯 哇 这种真的很不错啊 嗯 你喜欢吃吗 那以后我天天做给你吃 哼 嗯 那我今天走了 我公司才好吃 哦对了 今天发明天假 明天天 正好 这边是我带你出去撑撑 嗯 嗯 来走 你先往吧 嗯 你先吃吧 嗯 别慢走 这是你要好的 嗯 发生什么事了 哦 金秘书 嗯 嗯 总裁 这是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和计划 还有对于设计稿的建议 麻烦您看一下 我不是说给你一天价吗 嗯 怎么 霍清宫啊 嗯 这么快就到公司 清宫 我不是说给你一天价吗 怎么 霍清宫啊 嗯 这么快就到公司 清宫 行 没事了 你先出去吧 哦 总裁 等等 金秘书 嗯 你这方案可以啊 我们确实缺失校园这一板块 这板块的潜力也非常大 养费了以后就可以直接收成 嗯 因为我们缺乏这样子的资源 还有我们的资金也不足以支撑 我们去研发新的市场 所以根据性价比 极头入产出比 我罗列了三家值得收购的公司 并且他们专门只做校园市场 不错 低价直接收购 然后打入校园市场 作为此公司 一年内就可以回归主题 嗯 是的 而且我把这项计划 罗列到了我们的新品的研发 开发的计划中 嗯 我看到了 新品研发建议也非常的棒 新秘书 安排执行下去吧 不出一个季度 我们应该就可以换亏为赢了 不亏手的秘书 在我身边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多亏我教导有方 谢谢总裁 嗯 那我先走了 去吧 嗯 不想回家 你想去哪 要不去打拳吧 打拳 嗯 我也会打的 你确定打得过我 嗯 嗯 我不希望有谁受伤 我怎么可能会让他受伤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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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怕我受伤了 新细度的产品贷收日越来越近 所有工作都终于推进 每天可以在总裁身边工作 实在太辛苦了 对你的爱 一点点的抱歉 又见我这些感觉 一点点 耶 不知不觉 想想快一点出现 耶 多余的话 你都不能够的线 我就走了啊 对你的那一种感觉 耶 时间再多一点点 让我能停留这些 耶 能不能让我操紧 在第一次说我 任意 介绍手下的传绝在你身边 你是在质疑我的设计不行 行不行 不是我说了算 是根据最新的市场调研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下结果 你懂设计 那你倒是展开输出看 是 我不懂设计 但是我知道 根据客户的核心需求点进去设计 才是关键 听到了没 赶紧记下来 不错啊 金秘书 这么快就完成了 客户的摸底研究报告 在我身边 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多谢总裁夸奖 这是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 您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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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你回来了 怎么样了 我们新产品的销量 口碑跟销量 创历史新高 加上校园板块的收入 市场份额已经达到 空前的百分之九十五 百分之九十五 百分之九十五 我们成功了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们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WE美装集团近日与故事集团 联合推出的新品 口碑和销售创历史新高 市场份额达到空前的百分之九十五 我顾千尖出手 万无一失 加上兰家的市场份额 技术股份部分 直接盈利超三千万 这个商业结果 终究还是要靠我俩联手 百分之九十五 百分之九十五 九十五 成功了 成功了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跟你说 喂 叶哥 什么意思呀 专门坏我好心情 好心情 顾千尖 你是不是忘了我们的目标 没忘 我说过了 我得不到 别人也别想得到 你都帮她做了这么好的产品 你这不是背道而驰吗 占有兰兰的信任 只是得到她的第一 好了 希望你记得 为了我们方向一致 我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你得到她 我毁掉集团 你倒说说看 这边的吧 故弄喧喧 好 你过来吧 这就怪不得我了 这都是你逼我的 不能怪我了 这就怪不得我了 这都是你逼我的 我们怪我了 是的 是的 我们的确非常努力 做了很多市场调研 才做出我这么成功的新系列 蓝老爷子这么大 所以说精力还这么充沛 真是令在下敬佩不已 那么曾总 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合作吧 我们应该够客了吧 你们公司早就具备资格了 只是 只是什么呢 曾总 你们的新品上市还算成功 但我始终觉得 没有离婚的产品 是不可持久的 变成这些虚图不断的东西 我想合作 早点告知也罢 浪费时间 老爷子不要激动 注意身体 是啊 爷爷 不要激动 我想曾总 一定有他的原因 对 你们公司仍然在我们最后的考核名单内 但请你们调整好融资方案 融资方案 最后再一起竞标吧 谢谢 我早就说过跟顾家联姻 借着顾家之力 何须如今被新增得如此辛苦 好了好了 周末大家加班都很辛苦 出去吃午餐吧 那个 金秘书 你和蓝山出去吃吧 我 我俩 你们这小年轻的出去吃饭能放松放松啊 我和李总还有个局 是的 你们去吧 总裁 你有什么心事可以跟我说 嗯 那个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嗯 我 我们 我们相处还不久 再 再 再多多互相了解一下吧 这 这怎么 怎么 怎么就不够久了呢 我 我觉得我们认识挺久的了 嗯 我看你就是喜欢那个灯环 没事的 吃饭吧 我 我去到洗手间 哦 夕恩 你怎么在这儿 姐 我过来和蓝山一起吃饭 哦 姐 谢谢你那天 给我被表白的机会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拒绝蓝山的告白了 为什么呀 因为虽然被告白的人是我 但其实说的人是你 你肯定是误会了 嗯 没有 我决定重新开始 跟你公平竞争 哦 对了 那个 听说你们的心品上市了 嗯 今天开会 曾总说 还是不行 不会吧 这个毒气销量这么好 怎么可能 是个人都想注资吧 没有 今天开会曾总说 觉得产品没有灵魂 还有说融资方案什么的 可能 这是我跟男子 我都觉得很好的方案 如果这个方案 连你都觉得没问题的话 那我也无话可说 行吧 最中间应该有什么误会 我出去问一下曾总 嗯 好 你在这干嘛 我怕你睡着了 你 换衣服呢 对 是因为沾到什么东西了吗 对 行吧 那个 回去吃饭吧 然后吃完送你回家 中午好好休息 好 你说什么 就是什么 你觉得曾总说 产品灵魂是什么 灵魂就是内在啊 一个产品没有爱 怎么可能尝舅舅 我是说这跟服装设计 是一样的 我觉得好的服装设计 是需要爱 有沉淀 有积累的 怎么突然讲服装设计啊 一个事还没完 就要办别的事情了 什么叫做一个事还没完成 这不是打个比喻吗 而且今天是周末 我不是云光 好好说话 我发现你是不是有精神分裂 一会儿一个样啊 啊 金秘书 你真是特别 你最近是不是 没有好好吃饭呀 我们天天在一起 我好没好好吃饭 你心里没点数啊 你吃没吃 你告诉我就行啊 你干嘛拐弯摸掌 行了 你别说了 我说 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工作在忙也不用那么平 我说 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工作在忙也不用那么平 这也太巧了吧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要不先走 也好 那那我送你回家吧 原来是你一直在帮助我们家希儿 真的很感谢你 还没请问怎么称呼呢 我叫林峰 大家都叫我王子 或者叫Prince 阿姨您不介意的话 叫我儿子也行 小伙子真会开玩笑 不用不用 你不嫌弃的话 我管你叫妈也行 是我那个 我女儿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吗 没有没有 你女儿暂了我很久 对对 她不是喜欢那个总裁吗 那是新闻炒作 不可信的 那儿子 不不不 Prince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对对 有个事吧 我一直想跟您说 那我现在就说吧 是什么事 你女儿 暗恋我很久了 不是了 不是了 是这样啊 希儿她接受了一份 拳击教练的工作 下个月就要出国了 这不刚回来不久 怎么又走了 嗯 她叫我先别跟您说 但是我思来想去吧 还是要跟您商量一下 毕竟 我也不想她走 我先回来了 是要是知道 我来找您 已经打到我的腿了 那跟紧藏起来 妈妈 你藏起来多什么 我藏不住事 我怕等一下过来 问起来会穿帮的 哦 那好吧 就是有点不舒服 你要叫我妈妈 好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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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了 原来 这就是小夏你的家啊 灯总 没什么要忙的吗 灯总 要不我们打开电台 听一下音乐吧 啊 好 哦 妈妈 是妹妹 我们可以出去啦 要不我把电台开小声 那是妹妹的男朋友 不是蓝沉吗 妹妹也喜欢蓝沉 小声点 我要观察一下 这是你家 曾总 我看你跟姐姐 最近走得挺近的 你们什么关系啊 朋友关系 我只是非常欣赏你姐姐 哦 哦 对了曾总 我们那个新方案怎么样啊 你们的方案问题大了去了 不可能 那是我和姐姐还有蓝沉 都觉得很好的方案 哦 不对啊 这上面很多数据都被篡改了 而且很多卖点都被删掉了 这个问题很大 请问是谁发给贵公司的 这个就是你们项目部 发给我们市场部经理的呀 至于是谁 还真不知道 那您看就要行吗 我发一份新的方案给您 是我们真正的方案 是蓝沉和姐姐 对不起曾总 大陈你躲一下 啊 蓝沉看到会生气的 我就不用躲了吧 并且你们姐妹 已经可以跟蓝沉坦白这件事情了 来不及解释了 对不起 啊 你怎么在这儿 时间解释 你起来呀 快快 快点 起来呀 快点 快点 你们怎么在这儿 啊 这哪儿 啊 蓝沉 你没什么要忙的吗 嗯 别看了 要不吃点什么 嗯 都可以 那我就给你拿点 蓝沉 我累了 我想休息 你要不先回去 刚好 我也累了 那要不然 进你房间休息一下 哎 你干嘛 嗯 干嘛 只可以你去我房间休息 我不能去你房间 哪里能一样吗 好吧 我跟你开玩笑的 嗯 不过 像我这么完美的男人 你的床 承载不了的 嗯 嗯 那我先走了 嗯 嗯 赶紧回去吧 快下雨了 哦 我真的走了 嗯 大家好 刚刚的动人音乐 结束了 我们播放一段 我们新式电台的 树桶留言 我也不是第一次谈恋爱 为什么就是对你念念不忘 这个自恋 有个新的家伙 真的真的很特别 可是我妹妹也喜欢你 我本来就扮演妹妹的角色 你说我那怎么办 可是我好像真的还像你了 反正 你准备忙到什么时候 金秘书 一个叫金希尔 一个叫金希恩 我本来也纠结 这件事 应不应该告诉你 明白了妈妈 其实这个事情 只有你知道我知道就好 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那是自然 曾总的会议马上要开始了 爷爷接入 估计这一次的销量 合作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干嘛 只可以你去我房间休息 我不能去你房间 男女都一样吗 好吧 我跟你开玩笑的 不过 像我这么完美的男人 你的床 承载不了的 那我先走了 赶紧回去吧 快下雨了 我真的走了 大家好 刚刚的动人音乐结束了 我们播放一段 我们新视电台的数据流言 我也不是第一次谈恋爱 为什么就是对你念念不忘 这个自恋 有个新的家伙 真的真的很特别 可是我妹妹也喜欢你 我本来就扮你的妹妹的角色 你说我那怎么办 可是我好像真的很像你了 反正 你怎么忙到什么时候 金秘书 我 我回场 我不应该回来的 你其实爱的是我妹妹 我爱的就是你 我爱的就是你 不是你的妹妹 我爱的是复工第一天 大打出手的金秘书 我爱的是跟我一起到住家庭宴会的女孩 我爱的是从我设计师手稿 在发布会上为我揽则 无数次和我看星空 无数次打我 但我还是觉得很自在 可以做我自己的金秘书 我从来都不爱你 从来没有 我随你只够能控制的记忆 呼应浮现的那是你 曾对我好的过分 用力 现实总与我一憧憬 因为你忽略的彻底 要怎么寻找你曾经 我懂你从来没真的在意 伤心的情形 想考虑无边之境 爱好想想起 飞进心设计的婚姻 用你的姓名 不想被丢下的曾经 让不经意的花火消失殆尽 清晰的情形 反复在沿途风景 爱好想流星 带走去大云不降临 爱过的旁边 刻在我的自己意义里 又再次成立 喂 陈儿 刚刚李总给我发来消息 我们的新品销售 会出现断延时的下降 虽然口碑还是可以的 但后续不错 你们公司早就去备资格了 这是 这是什么的曾总 你们的新品上市还算成功 但我始终觉得 没有灵魂的产品 是不可持久的 郭佳还是赢得了口碑 但是湘月确实难以无忌 爸 教听所有产品 什么 教听所有新技术的产品 你知道这个厚度会有多大 我知道 不行 这个我要跟你爷爷商量一下 不用 这次 我想自己做决定 从小到大 那一次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这一次 我想自己做决定 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想自己做的决定 我没太过去 你看我 你可以 不要 小起 我没太过去 出现 我蜒 的寄予 情侯追入天晴 哎 奶奶 心情正不好啊 拦开我的皮 其实你发现的温柔 为你藏匿 深入你的爱意 沉甘深入沉溺 让你不随风飞在 中午的甜蜜 我走不走 想你生命的 情侣 嗯 嗯 没错 我们顾佳即将注册 一家新的公司 主攻美妆市场 感谢蓝总给我们 这次机会 彻底搞清楚这个市场 哼 嗯 嗯 蓝总已经很久没回公司了 你是不是觉得 我很不懂事啊 从小你什么都让着我 我却还是很贪心 因为你是我妹妹啊 其实我是想和你公平亲生来着 不是一味的让让让 你保护得了我一时 你保护得了我一辈子吗 更何况 你让给我的幸福 算什么真正的幸福 我也不是一无是处 我也有我的优点 蓝纯他 明显爱的是姐姐你 而姐姐你也是爱着蓝总 就算最后 蓝总和我在一起也不会幸福的 这一次就做回你自己吧 静希儿 这一次就做回你自己吧 静希儿 陈儿 在你小的时候 你的父亲就车祸离开了 所以从小到大 爷爷给予你太大压力了 希望你不辜负你父亲 王子成龙的期待 所以帮你做了很多决定 让你跟顾家好 也是希望我百年之后 你不用那么辛苦 不过你现在长大了 爷爷支持你所有的决定 稍微信 我们也不忍你 觉得武美 决定 你 你 我 过来 冲 这是 人 吉米说 不想活了吗 居然挂了我四个电话 马上来国丹广场 我在这里等你 这么晚了 我出去 我等你到十一点 你穿过人海拥挤 怎么这么久 你为什么没开张 呃我忘开了不然 刚刚出门的时候 钥匙找到 然后就 你坠入我心底 爱上这许愿 原来你就是那个流星 翻开我的秘密 结许你发现所有温柔 为你躺逼 沉入你的海域 将到手里成立 远动着呼吸 都能感受到的甜蜜 成做不到的相遇 是缘分的起遇 当孤独连出了 裂壳伸透进了你 你在这光来临 照进我的心意 新品研发方案 我已经发到各个部门 大家注意一下 好的 蓝总 但是这次的设计 还让顾仙前团队 参与设计吗 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家族正式进入 这个领域了 不用了 进来 这不是顾千千团队的助理吗 没错 是我安排行驾顾千千的 他们两个 已经完全掌握了 所有的技术 并且按照你的思路 我不仅收购了一家 做校园领域的公司 还收购了一家 大学生技术团队 将由他们带领 并研发双子产品 所有的主动权 都会回到我们自己手上 并且成本极其可控 我们要放弃 我一直在思考 一直在设计 一直在承担我的责任 并且找到了自己的热爱 你觉得总统说 产品灵魂是什么 灵魂就是内在 一个产品 没有爱 怎么可能长久久 而不只是冷冰冰的市场数据 因为只有热爱 才有灵魂 才能长长久久 这一小段销售地步后 WE集团推出了 双子双生的新产品 注入了爱情 灵魂与热爱 成功打破瓶颈 创造了又一个销售神话 口红这一方面 我希望大家注重在 她的外包装上面 因为很多女性 她不会因为口红的色号 而买她 每个人写一个方案可以吗 好 我们今天散会了 谢谢 让你女性到上 你女性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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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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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要下去 好 你工学兰总 现在已经进入到 我们前二的投资名单 期待你们加入开标 今年准备投几家 一家 那另外一家是 是顾家的新公司 你们也投新公司吗 嗯 啊 兰总不要误会 并不是因为 我和顾家有亲戚关系 他们虽然是新公司 但是企业排名盘是很快 推出的新产品一打一个准 现在已经迅速占领了 大部分下沉市场 实行的是 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你们可要小心哦 嗯 完成 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 在想顾家新刊 那个美妆公司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什么事 我接受了一份工作 要去海外 做格斗教练 啊 那要去 那要去多久啊 一个赛季十万年 然后休息三个月 但是留下来挺好的呀 而且 没有你我怎么办 我觉得好的爱情 一定是支持彼此 变得更好的 那什么时候走啊 三天后就 飞了 没事 今晚回来的时候 你已经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 服装设计师了 嗯 好 那 以防万一 你出去乱来 我们先来 结婚证明了 谁要嫁给你啊 我还这么年轻 干嘛非要在你这棵树上 吊死啊 那你在我这棵树上 可吊得够坚固的 来 去那边看一下吧 走 怎么是婚下店啊 欢迎两位 哎呀 哎呀 多么般配的两位新人呢 来来来来 别愣在那了 快过来 快点快点 哎呀 别愣在那啊 那边好多漂亮衣服 都你选呢 来来来 来 吧 我喜欢你 都让你完成了 你 你 给你的爱一点点的抱歉 抱歉我初心的晚了一点点 不知不觉相恋 好想会一遍出现 多余的话你都不能够闲 但是我对你的那一 哎呀太美好了 来来来这边这边两位再看一下啊 太漂亮了 真的太漂亮了 来来来来来 哎呀看一下 我看一下 哎呀漂亮吗 你把我拍的好胖啊 给他我用 好好好 okokok来来来来来 多拍几张啊 没错 既然查出来了 我也无话好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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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已经有这么多股份了 为什么还要贪得五言 因为 实在看不惯你们这些伪君子 血口派人 枉我这么多年来 只要信任你 这份是顾家千金顾千千的怀孕证明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好 Gh� 团巾家 惊态 心情这么不好啊 嗯 啊 顾亲家 怎么这么晚突然到访啊 这可是未婚先运的事 要是传出去了 我们家族的面子往哪里搁 是啊往哪里搁 只要保留我的股份跟职位 我是可以守口如瓶的 账目的事既往不救 给我守口如瓶 这事你如何交代 这个事肯定是一个误会 没事的 喂 怎么了 不好了刚刚出了车祸 爷爷现在在急救 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怎么这样子 让你人顾家好吧 也是希望我百年之后 你不用了心目 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请回吧 志祺你不是不愿意娶我女儿吗 你 你怎么敢给我女儿下手 你说的我还负责到底的 请回吧 喂 少爷 怎么了 这个情况 跟我爸等您的情况 是不是挺香 妈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妈知道你接受了一份海外的工作对吧 你怎么知道 不管怎么样 只要我女儿开心 我都支持的 妈理解的 有空多回来就好 自从你洗屋以来 这些年 都是举少离多的 这次也是你回来待得最久的了 对不起 妈 这有什么好道歉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注意安全 健康就好 那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就走了 这么快啊 新的赛季也快开始了 我要赶紧过去 沟通教练组的分配 等妹妹下班回来 我再告诉她 妈有点累了 想回房休息了 妈 怎么是你们 嗯 当然是 给你送我明天婚礼的请柬啊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还是这么粗鲁啊 你不相信啊 那你明天过来看看 我不知道你发什么神经 我这里 不欢迎你们 不是发神经 明天可是兰兰的人生大事 你身为她的秘书 应该在她身边吗 啊 不对 是台下 再走 别怪我客气 别客气 来 往这儿贴 来啊 兰兰的孩子 我说过 这个世界上 我想得到的东西 就没有我得不到 而你 只不过是她人生中 一段小小的差距 接受 不能当我 而你 只不过是她人生中 一段小小的差距 我 接受 不能当我 这是真的吗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这是真的吗 要打就当我吧 那你 葬了我的手 对不起 你没事吧 小小女 表哥 你怎么来了 我收到你的席帖 就肯定知道 你要过来闹事 还是表哥就了解我 你们都散了吧 不然 就是跟我立华国际作对 我没有开玩笑 我说 散了吧 好嘞 来了 我们走 冷静 你有真的爱过我吗 醒醒吧 我从来都没爱过你 思细的情形 想考虑 不变剧情 爱好想想起 被惊醒 小几的幻影 有你的性命 不想被留下的曾经 让不经意的花火消失太近 前世的情形 反复在沿途风景 爱好想流行 你带走去 她永不降严 花过的寒几 刻在我等自己 忆里 又再次成你 为什么这么对金秘书 对不起 为什么 为什么得到了就不好好珍惜 以后帮我照顾好她 我可能保护不了她 说我看错你了 你照发了 男臣 我之前挺瞧得起你的 我把金秘书让给你 谁这么伤害她 是 对不起 但是我爷爷出车祸 现在还在昏迷 他之前就很希望 蓝家跟顾家联姻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做到 我实在 那金秘书的事 你以后也别管了 我会照顾好她的 你没机会的 暴发 我没机会 你有啊 她明天就要出国了 我早就知道的 所以我在那边开一家公司 我怎么这么惨 明天我们赵哥的发布会 你去吧 不去了 无论是他们中标 还是我们中标 结果都一样 那你 你 你看这是个人 人生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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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照顾好金秘书 那还用你抢 这拨到你自己吧 他能不能打 还需要保护吗 是啊 他能不能打 他是不是都打过我们 你忘了 剪刀脚 我 我看着呢 他 这样有 你也没好哪儿去 你少骨折了吧 你脑袋也没好哪儿去 你们别抢了 我被他摔了 刺 因为你身板 你身板不行 你来我泰拳馆练练行不行 练练吧 干什么 我与你穿过人海 想要紧 照顾好自己啊 照顾好自己啊 原本散落的碎片 你一一剑起 拼凑的没痕迹 可可可可可情 那你们听说呢 他也发生车祸 可可可可 你坠入我心底 海下这许愿 原来你就是那个流星 翻开我的秘密 结许你发现所有温柔 为你藏匿 沉入你的爱意 像更深入沉溺 连动着呼吸 都能感受到的甜蜜 两座孤岛 相遇是缘分的寄予 当孤独连出了 裂痕渗透进暖雨 你在阵光来临 照顾我的心底 星空坠入眼底 你坠入我心底 还杀着续运 原来你就是那个流星 翻开我的秘密 结许你发现所有温柔 为你藏匿 沉入你的爱意 像更深入沉溺 连动着呼吸 都能感受到的甜蜜 伸出了 相遇是缘分的寄予 星空坠入眼睛 你坠入我心底 还杀着续运 原来你就是那个流星 翻开我的秘密 结许你发现所有温柔 为你藏匿 沉入你的爱意 像更深入沉溺 连动着呼吸 都能感受到的甜蜜 两座孤岛相遇 是缘分的起 大家好 我是利怀国际的投资代表曾怀石 首先感谢各位投标单位的参与 请大家将手机设为静音 并保持安定 我们将严格遵守 并按照相关手续 进行申报与审批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正式公布节目 现在 本次招标大会 正式开始 欢迎各位来宾 感谢大家来到这里 是为了见证 蓝辰和顾千千两位新人的神圣时刻 顾千千小姐 请问你愿意接受蓝辰 作为你的合法丈夫 并承诺 从今开始 永远爱她 真爱她 尊敬她 爱护她 至死不渝 请问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正式宣布 本次招标大会 中标单位为 故事集团 蓝先生 请问您接受 顾千千成为你的合法妻子 用尽一声爱她 呵护她 至死不渝 请问您愿意吗 蓝先生 请问您接受 顾千千成为你的合法妻子 用尽一声爱她 呵护她 至死不渝 请问您愿意吗 请问大家还有没有意义 好 我正式宣布 本次招标大会 圆满了 我有意义 我不愿意 我有意义 我不愿意 我是WE美妆师家的代表 金西恩 我们的标书是被李经理 恶意替换过的 所有的正确都在这个右排 对了 对了 总总 我们那个新方案怎么样 你们的方案问题大了去了 不可能 那是我和姐姐还有蓝纯都觉得很好的方案 请大家商量勿造 现场临时出现一些状况 请允许我代表集团 进行相关的核实 谢谢 金西恩 大家好 我是金西恩 我本来无意打扰这场大喜事 但是我不想看到蓝纯 永远痛苦 所以我必须要来 也许你们并不清楚 今天的内面 但是我该说的 必须说出来 希望你们能够谅解 蓝纯 你不是怕我在国外乱来吗 我们先把婚结了吧 请你立刻离开这里 这是我的婚礼 你想嫁给蓝纯 先弄清楚你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是谁的 你在说什么 你肚子里根本没有孩子 这就是一场车头车尾的阴谋 二十年前那场车祸 你很幸运地活了下来 但是你就留下了终身缺陷 你无法生命 这是我托国外的朋友找到的 国外的医疗证明 这些证明 足以证明你无法生命 这些年 你一直到国外试图寻找治疗方法 但却没法改变你的身体缺陷 你无止 你却都被人 是不是要找国际专家和号医生 后来当场对治 喂 医父 对 我找了最好的专家和号医生 待会他要晚一些才过来 所以这种就算了 好的 明白 放心吧 谁啊 亲爱的父亲 就是我姨父 他帮我帮忙找医生照顾亲戚 和号医生 相信你熟的 顾家大小姐 其实今天在场的都是帮凶 你们顾氏家族 为了占领美妆市场 不惜搞垮男士家族 而你们男士家族 为了所谓的面子 与商业利益 不惜牺牲子孙的幸福与前途 这都是你们这些大家族 所谓的好家教吗 南辰 你愿意跟我走吗 遇到的每一天 对我来说 都是最美好的 你就像阳光一样 照射进我的生命里 遇见你 我才懂得爱 懂得做自己 无几个我们看过的星空 那么美 我才突然意识到 想要和一个人共度余生 而我 希望我们两个的余生 现在就开始 嫁给我 惊醒 我愿意 我要拦住他 我看谁敢动他 那边说 你不想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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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 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请我们核实 金女士所说无误 证据确凿 大会认定 李远以及故事集团 涉及恶意商业竞争 严重绕乱并破坏大会秩序 经大会决议 取消故事集团 本次重要资格 并取消相关合作 并将重标单位更改为 WE美装世家 李远 可能你还走不了呢 这U盘里面 还有你很多其他的证据 正买机团高层错假账 与顾千辛连和制造假怀孕 还有蓝辰爷爷和父亲的车祸 都是你一手策划 没错 你机关算贱 但人在座天在看 你怎么也想不到 当时顾千千就在蓝辰父亲车上 才导致了他不孕不孕 李远 正义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也好 我也累了 曾总 你一开始就知道 顾千辛甲怀孕吗 我们不去金标现场吗 我们中标了 我们都没去 怎么就中标了 我接近顾千千 把她和远哥的聊天记录 发给了你的妹妹 原来这是你的局啊 所以顾家肯定没取消资格了 肯定是我们中标了 毕竟是二学一嘛 很厉害嘛你 喂 真的吗 太好了 谢谢 怎么了 爷爷脱离了生命危险 马上就可以醒过来了 老先生怎么了 你也没口说 反正爷爷醒过来 就可以看到他的孙媳妇了 你什么都不跟我说 我以后什么都跟你说 那你那天还说 你不爱我了 你也跟我说过好吗 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 就你难过 就你委屈啊 疼 疼 咱给我 能不能将我靠近 在你女子说 我真是爱 能不能将我靠近 一场心的迷信 动画里的交捷 黑默默的深夜 约定好的瞬间 一定不会忘记 能不能将我靠近 在你心疼笑的线律 你先到处刺三而易 一场心 无法靠近 关于你 我都想要了解 不用再去想念 哦 就在你身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